见洗澡池,香阳记有句名言,实时物者,在乎俊杰,此间自有卧龙,凤厨,这句话的意思,相信很多人都明白,不是说实时物者为俊杰吗? 真正厉害的人,即使在毫不起眼的地方,也有大格局,这样的人,往往属于卧虎藏龙之人,是真正聪明和厉害的人,其实,在现实生活中,也有这样的一些人, 他们在身处逆境的时候,懂得低头,懂得认怂,懂得守弱,这样的人,看起来有些软弱,其实他们是在隐藏和保存自己的实力,因为一旦他们捕捉到了转运的机会,就会一飞冲天,实现自己人生翻盘的目标,所以,身处逆境,我们要学会向人低头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国学子弟班,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是,当我们处于人生低估的时候,需要向哪几种低头,或不忘志,福不徒来,想要了解更多国学知识,欢迎订阅。 身处逆境,学会向强梁者低头。 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,不但会在经济方面陷入低谷,自己的人脉资源,也会遭遇最冷的冬季,在很多时候,我们举目四望,都找不到一个愿意来帮助我们的。 但是,这就是现实。 这就是人情冷暖,事态炎凉,毕竟,大家都有着趋利避害的心理,很多人是不愿意伸出帮助一个落魄的人的,不是说锦上添花意,雪中送炭难吗? 其实讲的,就是这个意思啊。 项羽,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,可谓是贵族后代,年少成名,军事雄才,秦朝末年,项羽率领起义军反抗秦朝,在巨鹿之战击败秦军主力,秦朝灭亡后,项羽和刘邦又开始了楚汉之争。 项羽具备先天的优势,但是个人性格刚愎自用,项羽自大逞强,自视甚高,不听取范增意见,不肯低头。 多次与亚夫范增争吵,失望的范增,不得不离开项羽,已经七十多岁的范增,年老体衰,没有走到家乡,就在路上去世了。 项羽在范增请次时,依然保持强势的姿态,没有低头挽留,范增死后两年,刘邦在该下包围了项羽,心高气傲的项羽,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,于是拔剑自吻。 临死前项羽说,天之亡我,我何度为? 且给予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息,尽无一人还,纵江东父兄连而亡我,我何面目见智? 纵笔不言,极独不愧于心乎。 项羽死得悲壮。 又可惜,可叹的是,他临死也没有悟透自己失败的原因。 刘邦说,项羽有范增,却气质不用,这是项羽被我打败的原因。 老子说,强良者不得其死,兵强则灭,目强则舌,一味逞强,不懂辩通,不会低头的人,不会有好的结局。 事实低头,是一种人生智慧。 柔软胜刚强,柔软到极致,就是刚强,刚强到极致,就容易利劲而被折断,愿意低头示弱的人,有着超越常人的强大内心,更有一种远大的格局和境界。 当我们的人脉资源匮乏的时候,我们身边,也容易冒出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,一些喜欢柿子减软的捏的人。 这样的人,在我们身边,比身处逆境的我们,更有人脉和资源,也更强势。 他们对我们,喜欢腰三贺四,甚至时不时地对我们进行嘲讽。 但是,为了生活,为了保存我们的实力,我们一定要学会守弱,学会向这些强良者低头,而向他们低头,不是懦弱,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方式。 一旦我们拥有了实力,这些强良者,只不过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。 身处逆境,学会向愚蠢的人低头。 身边的老人常常告诫我们,不要和愚蠢的人争辩。 是啊,很多时候,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,一个真正聪明的人,应该会明白这个道理的。 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,学会守住我们的嘴巴非常重要。 有智者提醒我们,三年学说话,一辈子学闭嘴,讲的就是守住嘴巴的重要性。 曾看到这样一则小故事,有一只老虎和一只疯狗在独木桥上相遇。 疯狗看到后,一顿狂吠,让老虎让路。 老虎看到后,没有说什么,选择主动退后,让疯狗先走。 疯狗看到后,更加得意了,认为没有人敢惹自己。 后来,疯狗又遇到了猎豹。 猎豹还没有吃饭,十分饥饿。 这时候,猎豹和疯狗遇到,疯狗和之前一样狂吠,猎豹并没有老虎那样脾气好。 直接露出爪牙,朝疯狗扑去,疯狗吓到了。 但早就来不及了,疯狗最终丧命在猎豹口中。 愚蠢的人就像那条疯狗,从不讲任何道理,无论是占理还是不占理, 只会和别人狂吠,让人打心底里厌烦,时间久了,竟然还做出伤害你的事情。 有时候,向疯狗退步并不是没有实力,而是不想和愚蠢的人计较。 无论你能不能打败他们,也只会拉低自己的层次。 一个真正厉害的人,懂得在身处逆境的时候,学会净水深流。 他们不会主动向人表露自己的心迹,更不会进入一些人多嘴杂的地方。 即使遇到一些喜欢没事找事的愚蠢之人,他们也不会和他们争辩。 而学会向愚蠢的人低头,不是一种懦弱,而是一种不懈的表现。 因为他们知道,身处逆境,我们没有时间和这些愚蠢的人往来,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强大自己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等待来时机的时候,迅速抓住转运的机会,让自己一飞冲天。 身处逆境,学会向枕边的爱人低头。 当一个人落魄的时候,我们的婚姻是很容易发生危机的,都是贫贱夫妻百事哀。 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,我们的家庭是很容易陷入贫困之中的,这时候,夫妻之间总是会发生一些争吵。 如果我们处理家庭危机不当,是很容易发生夫妻本事同林鸟,大男临头各自飞的悲剧的。 小花的老公在公司上班,做一个小主管,小花是个全职妈妈,在家带孩子。 小花老公呢,因为工作压力大,脾气不太好,有一天休息在家。 她看小花平时带孩子也很累,所以主动要求去做饭,一般老公做饭也不怎么好吃。 那天炒了一个花菜,基本上是谁煮的,把花菜煮烂了,也很咸。 小花说,下次做饭不要那么咸,小孩子要吃清淡点,而且花菜太烂了。 就这一句话引来小花老公的不乐意了,平时上班很累,休息在家去做个饭还要说我。 于是小花老公和小花吵了起来。 最后,小花把孩子往老公怀里一放,离家出走了。 其实小花老公只要说下次注意点,也不至于闹到老婆离家出走那么严重。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多,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,闹得家里鸡犬不宁。 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个词让你不舒服,就弄得家里所有的人不开心,事后回想是不是又很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做。 身处逆境,学会向自己的老板低头。 身处逆境,我们最先遇到的问题,往往是经济问题。 在这样的逆境中,我们要努力去解决自己最为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,而要想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,我们就要出去寻找工作。 其实,在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,我们是很难得到身边亲友更多的帮助的。 即使他们向我们伸出了援手,那也只是暂时的。 因此,身处逆境的时候,我们要想生存下去,就要努力去寻找工作。 而当我们找到工作之后,我们就要学会低调成本,学会向自己的老板,学会向给我们一口饭吃的人低头。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给我们生存的基本保障,即使有时候他们也会对我们骂骂咧咧,但是身处逆境,要想生存下去,我们就要学会忍辱负重。 这不是懦弱,而是一种提升自己能力的等待,是一种卧心尝胆厚积勃发的量变。 从前台干到亿万富豪的佟文宏,被称为阿里最励志的合伙人。 2000年,佟文宏进入阿里的第一个职位是公司前台,之后陆续担任集团行政、客服、人力资源等部门管理工作。 现任阿里集团资,身副总裁兼菜鸟首席运营官,阿里上市后,马云背后九位亿万富豪的女星号合伙人之一,再次证明了坚持和努力比什么都重要。 一个人,只有在逆境中学会向给我们一口饭吃的老板低头,才能在日后等来自己转运的机会,而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比一比皆是。 因此,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,学会向枕边的爱人低头,学会个退一步,然后用夫妻同心,齐力断金的励志鸡汤来鼓励自己,相信靠着夫妻两个人的努力是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 而一个身处逆境的时候,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向枕边的爱人低头,那么这样的人绝对是一个不简单的人,也是一个很爱自己爱人的人。 这样的,一定会等来自己人生转运的机会,从而让自己的人生福气满满。 《为人三会》一书中讲到,唯有低头,乃能出头,种子如不经过在坚硬的泥土中挣扎奋斗的过程。 它将止于是一粒甘别的种子,而永远不能发芽自长成一株大树,一鸣惊人,脱颖而出谁都想。 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,都是能够脚踏实地,从基础开始,学会量的积累,学会让其产生质变,而不是一开始就痴人说梦。 祸不忘志,福不徒来,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班,欢迎订阅。